你呢 其实我们两个走到现在 确实五年到现在存了挺多的 可是你后面呢 又给你挥霍瓜了 我也没有拿去挥霍呀 我这不是拿去投资了吗 投资结果 你说到这我火气又大了 前阵子玩股票 现在首付都没了 其实股票跟投资这事的话 也真的不是挥霍呀 这也是一种投资呀 这投资肯定是有风险的嘛 对吧 然后后面呢 我就想着说 既然我们两个学历并不高 就想着说去报个成人自考 考个本科 说不定以后能找到更好的公司 去拿到更高的工资 那对我们未来也更加有希望 他偏步 他说什么 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在浪费金钱 整天折腾个没的 是啊 你继续成人自考 然后呢 就六七点钟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穿上漂亮的衣服 然后就化个漂亮的妆 然后就出去到十一二点才回来 都不知道你是跑去成人自考了呢 还是跑去约会了 我不天天都这样打扮吗 你非得说我晚上才打扮那么漂亮 那我觉得你去上课也真的是不用打扮呀 不是你陪他一起上课不就得了吗 他又不去上课 整天在家里 下班回家 一脱鞋 往房间一卡 就呼呼睡大觉 我那天就刚好出去工作了 回家还要买菜 洗碗 做饭 搞这搞那的 然后那天自己切菜还搁 搁到手了 流血了 都没人关心 没人管 然后婆婆呢 就不知道实际的情况 就叫我做这做那的 我那天特别累 我需要你的帮忙 你呢 你在干嘛啦 在睡大觉 那我睡着了 我也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啊 你从一开始 你整天就是 只瞒着自己的事情 整天 你们一家子人都没向着我 整天使唤我 我还没过门 这合适吗 这个事情就因为你不生小孩啊 所以我爸妈都针对你啊 那我们现在一没轻二没房 什么都还没 什么大事都没干成 现在就要生小孩子 你能不能为以后我们的小孩子 负点责任心啊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的事业心太重了 我就比较真的喜欢平平坦坦的 就平平淡淡的 过一辈子 好好好 听明白了 你是怎么着 还打算娶她吗 其实我是一直都很想娶她的 我想尽快地跟她结婚 她要是不生的话娶吗 其实我也没有不生 你先别说话呢 不生你也要她吗 还生的话 我觉得我会承受父母很大的压力 我再问一个 我只是假设啊 姑娘你别介意啊 跟你没关系 完全是假设 假设这姑娘不能生 你还娶她吗 会 我还是会娶她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就这个就好办了 因为你要跟来自他们那个地区的人聊天 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刚才你说你还是要生的对吧 是的 打算什么时候生啊 我想有了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空间 就是因为她安于现状 然后她老实说我 她有事业心 其实你看我真的 我从一开始 其实我就是一个小女人式的 说啥听啥的 慢慢把我磨练成一个女常人的 我做兼职模特嘛 其实真的整天到处跑 就像我住在广州 几乎整个广州被我跑遍了 反而完全不用这么做呀 你就在家里当个嫌妻良母 不就完了吧 你说我们好好的 你就真的就是说 在家里然后伺候伺候公婆 然后给我生几个小孩 是吧 啥事都没有了 那我不是为你分当一点压力吗 你现在有这个条件吗 我们自家是有房子的 除了房子之外 你工作怎么样 我工作还行吧 就反正你也够开支 网游开发 是的 就IT 你是做技术还是做 运营的 做运营 是 怎么样收入 还行吧 就也就几千块钱吧 就让他给你生一堆吧 那其实因为我家有房子 其实就只是解决一个 吃的问题而已 那一个月几千块钱不够吃吗 那是够了 那我就觉得说 目前也挺好的呀 这个状况 反正家里也有房子住 又没啥生活压力 然后我每个月 还拿个几千块工资 是吧 那你就完全可以在家里 当个贤妻两母了 对不对 一个安于现状 一个还想对生活笨一笨 是吧 姑娘 这个时候两个人发生冲突了 似乎是一个僵局 该如何解决呢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店 是吧 是吧 是吧